歡迎各位益友 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班警察就在下午4點開車天車地的記者會 一定要去聽聽這班傢伙 車什麼大炮 有記者就問到這班警察 關於昨天穿著白色衣服被警察推了 然後後腦倒地的婆婆問他們到底發生什麼事 江永祥大警司怎麼回答呢 你聽聽他說的話 簡直是泯滅人性 他就說 在昨天的下午5點 警察就在尖東站進行驅散行動 有兩三人走到警察旁邊 意圖阻止他們的行動 過程當中雙方有身體接觸 然後有警員就把警棍握在空前 以防有人阻礙他們進行驅散 其實這一段都還沒說到關於那位婆婆的 他只是故意找東西來說 說到關於那位婆婆是怎樣說呢 他就說根據片段所見 有個女人跪下了 警員就繼續手持警棍在空前戒備 雙方就有手捕動作 這個江大警司說什麼呢 就說會跟進警員在過程當中 會否是無心推掉對方 這些說出來 老實說 你過不過得到自己的關 江永祥 你還在說雙方有手捕動作 那位婆婆當然有手捕動作 他跪地求饒 在求你 叫你不要傷害那些青年 叫你不要傷害其他年輕人 你還可以用手捕動作這四個字 作為堂詞 就像說到他也有份在動 有份在阻止你 大哥 大家看片都看得到 求求求你不要傷害其他人 你是不是瘋了 江永祥 這樣叫做雙方有手捕動作 那些是什麼動作 你為什麼不說出來 婆婆在跪地求饒 還有 你還說要跟進 看看過程當中 是否無心推掉對方 大家看片都看得到 包括你江大警司 你如果不是那些心盲了 你都看得到 是不是 擺明就是那個警察 一下子就推掉了 那位婆婆 已經跪在那裡 你還要大力推他 那你一推他的時候 當然就是後腦會先倒地 是不是 人家跪在那裡 你趙撞 你這群瘋狗 根本上在你這個警察 推掉婆婆的這件事件當中 你是沒有任何空間來砌詞狡辯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 就是你警察公開道歉 公開向婆婆道歉 亦都是公開向市民道歉 這件事是令到很多人都看見 眼火爆 是不是 一個這樣的弱者 幾二十歲 真是好話 不要聽骨刀取 為何要這樣來虐待他 是不是 還要搞盡老汁來想一些藉口出來 想著推躺 然後他還說 以往在驅散期間 都有人以守護其他人的名義 就站在警方的防線之前 行為就極不理想 他認為無論任何角色也好 都不是不應該妨礙警方做事 就說如果有任何人有不滿 警方的行動就可以作出投訴 你只是叫婆婆投訴 那婆婆怎麼投訴 你就是江大警司 如果被你推的那個是你媽媽 是你媽媽 你會不會這樣對待他呢 請問是幾十歲老人家 被你這樣推一推 那個是後腦來的 老實說他比較堅強 老實說如果有什麼東瓜豆腐 他會找哪一個投訴 甚至乎他可能連意識都沒有了 會後腦倒地 就是你體恤一下長者 麻煩你 你這種人就好說不好聽 你拳腳就沒有眼 用了那些無情力 你當那個根本上 你不應該這樣對人 你當所有市民都是蟑螂 當所有市民都是殺父仇人 你這種態度就是不應該 是不是 你怎麼來對忠誠勇毅服務市民 一群蟑螂 老婆叫人去投訴 投訴有什麼用 去哪裏投訴 又回到警察課那裏投訴 即是等於沒有用 告訴你 投訴 整個投訴警察課和監警會系統都是廢 是垃圾 投訴 根本上就是投訴無門 幸好老婆大命 這就是好人一生平安 告訴你 你這種人 做出這樣的行為 根本上就是公開弱老 你叫市民 怎麼會信服你這群警察 這群爛毯 一邊就懂得開OT 賺10萬元 然後拿 基本上是賺市民的錢來打市民 好了 至於另一個記者就問到 喂 警察使用催淚彈的時候 有長者和小蟑螂在場 為什麼你還會繼續使用呢 大家都知道 因為那個遊行是拿了不反對通知書的 自然就會有一些長者 反正都會出席這個遊行 是合法的 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這些警察就喪起上來 照射催淚彈 好了 這個汪威信大警司 你知道怎麼說嗎 他就說 為什麼這些人會把他們捲入事件呢 他們關心小孩嗎 他們關心老人嗎 他就在這裡說 就是不認為好人就會留在那裡 這是常識 是常理 是我們教小孩的事 因為他們不應該破壞法治 大哥 那是合法遊行 對嗎 那些長者 甚至乎那些小蟑螂 都是去遊行 參與遊行的人士 你去射催淚彈 然後還要反過來問市民 為什麼要把那些長者和小孩 捲入這個事件 大哥 他本來就是遊行的持份者 不好意思 是不是要規定 要多少歲壯年的人 才可以參加遊行 你知道什麼叫遊行嗎 其實這些人 根本上整班人就是侵害人權 這些人根本上要把他們的名單 遞交給美國和世界各地 反正全球馬格尼茨基法案 有通過的那些國家 你一定要把那些名單遞交過去 那些地區就等他不要去 唯一可以做的辦法就是這樣 你不靠其他國家去制裁他 你靠香港有任何制約空間嗎 根本上沒有 靠你又去投訴警察課 還是去監警會 根本上是完全是零作用的 然後就想說說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他自從在倫敦撲街之後 一直在英國休養 還說病假 弄傷了手架 那麼厲害 又說醫生說要他休息一年 但是這一年裡面 他還請病假 其實還在出糧 應該是 是不是 病假有糧出 這些政府高官是 好了 今天《信報》有一篇專欄說到 到底鄭若驊是不是已經低調回港 律政司辦公室沒有正面回應 到底你是不是回來香港 還是還在流亡海外 你一定要公開交代 你這些高級的政府官員 三思 竟然可以完全失蹤 你到底去了哪裡 你在英國就在英國 在香港就在香港 你作為這個律政司 竟然可以長期不出現 但是都運作到 你不如下台 是不是 當然 律政司辦公室 也對記者的查詢是有回應的 那麼他怎麼說呢 就說 鄭若驊早前倫敦仆街受傷 接受手術之後 現證是在放病假 期間他仍然有處理公務 但是有部分工作 由於他還沒有完全康復 就是做不到 例如出席一些活動等等 有進一步消息 司長就會適時公佈 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才會公佈 反正你現在乾斷工資 就說他處理公務 那你怎麼處理公務呢 病了又可以不回辦公室 又可以處理公務 那你有什麼作用呢 請問你這個人是有什麼作用呢 所以這些人 如果要彈劾他就快點去搞 立法會那裡 這簡直就是容官來的 沒有作為的 不作為的 原來你現在長期不出現 都說社會運作正常 那你在做什麼 你有什麼作用呢 好 接著再說一下 關於這個清永詩 詩老闆 寫了一篇文章 隔著黃絲 搞黃色經濟圈 一點都不經濟 他這篇文章有幾個重點 第一 就說 香港人進行經濟活動的時候 不要加入太多政治考慮 要不然 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 就沒辦法運作了 市場機制的基本要素就是 透過消費者的自由選擇 來太弱流強 使得商品和服務的質素 不斷提高 如果把政治立場 放在第一個位置的時候 香港食肆的質素就會退化 以後成不能成為美食之都 這真的非常好笑 老實說 你說消費者可以透過自由選擇 來太弱流強 現在就是這樣 是不是 那些黃絲 就是光顧黃店 然後為什麼那些藍店 會倒閉 就是因為那些藍絲 不光顧 而且藍絲不是佔社會主流 不是佔大多數 那太弱流強 很簡單 就是把藍店 淘汰了 這也是消費者的自由選擇 藍絲可以光顧藍店 不過那些藍絲口爽何包納 連錢都不給 那幫什麼配搭呢 結果那些藍店就先倒閉 剩下的黃店的時候 黃店之間都會互相競爭 不要計算連鎖店 因為大型的連鎖店 資產紅厚 沒辦法 沒得說的 那些小店之間的黃店 一樣會互相競爭 從而使得服務質素 是不斷提高的 怎麼會食肆的質素退化呢 我完全想不明白 至於第二點 他就說 現在那些人 浪費時間來回 路程的時間都是有成本 即是說time cost 有人少了休息時間 有人少了陪家人的時間 如果從經濟學上的考慮 這樣的選擇只會帶來扶雷 並沒有帶來額外的增益 那就不好意思了 那些黃絲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的時間 都要選擇去光顧黃店呢? 很明顯就不是純粹出於經濟的考量 即是等於大家吃飯都不一定是選擇一間最快的 否則的話 那你永遠都是落樓下那間吃 對不對? 那你永遠都不用出外區那裡吃東西了 這些理論 老實說 施老闆 你覺不可以笑死人呢? 你覺得那些黃絲 花多三十分鐘來回的車程 去一間店舖那裡吃東西 就是為之傻子 沒有帶來額外的增益 那最經濟的方法就是怎樣呢? 永遠就落自己樓下那間店舖那裡吃 或者自己買菜花旗煮 是不是這樣呢? 這樣就最有經濟的效益 又可以省一筆 又不用浪費時間 但做人做到這樣 就完全毫無意義 人就有一個自由意志 在自由意志驅使之下 他就會有不同的選擇 而這些選擇當中 不一定只是計算時間成本 希望施老闆也明白這件事 祝施老闆聖誕快樂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